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婚的蜜月我来安排 帮你们满意 成龙现在的状态真的非常好 他现在是所有中年男人最羡慕的状态 你们知道有老婆的中年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吗 跟你们说一个新闻 真的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 说一个男子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但是他硬是把手机格式化以后 才晕过去的 这也太坚强了吧 虽然这个新闻完全没有提及他的婚姻状况 但我们可以推测出 这一定是一个热爱家庭的已婚男子 因为只有已经结婚的男人才会这么坚强 才可以在遭遇车祸的时候 用自己刚刚撞断的双手把手机格式化了 因为在那一刻他的脑子无比清醒 因为他知道如果手机没有格式化的话 人就活也没什么用了 中年男人就是这样子的 真的随时随地都要保护自己的手机 虽然我说的是他们 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秘密都在我们手机里面 手机就是我们的灵魂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们现在做什么都已经完全离不开我的手机了 我现在吃饭 睡觉 上厕所 只要一分钟不见我就会想 我手机呢 手机在哪里 没有手机我做什么都不安心 我现在吃饭可以没有饭 我上厕所可以没有纸 但是不能没有手机 真的有一次我上厕所特别着急 但是手机没电了 我还是冲了以为电才去上了厕所 真的我以前觉得我是手机的主人 现在我觉得好像手机才是我的主人 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最好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的 所以最好的主人可能正在以奴隶的形式在为我们服务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手机的奴隶啊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现在有点受不了我的手机了 他太爱熬夜了 每天熬到两三点 搞得我也睡不着 只能陪着他刷综艺 刷电视剧 刷微博 刷短视频 有时候我实在冲不住了 熬不动了 他会这样 啪 掉到我脸上 太形象了 让我瞬间清醒起来还能再刷两个小时 有时候我都已经睡醒了 他还没睡 自己在那播视频 播了个通宵 店都没有了 真的熬夜对手机不好 熬夜会让手机老得特别快 我的手机才用了一年多 就把自己的屏幕熬出裂痕来了 现在已经人老饥荒 已经是个老人饥了 真的 我们现在一天到晚 随时随地都在玩手机 所以我真的很难理解 为什么还会有人会被偷手机 如果你玩手机都不认真的话 那你这辈子还能有什么成就 我如果觉得一个人的手机在还有电的时候 就被人偷了 警察都不应该给他立案 我们现在对手机真的太依赖了 去年十一的时候 我特意找了个地方 我去了一个乡下 我想摆脱一下 对手机对我的束缚 真的没有想到 乡下也不是什么法外之地 乡下的信号好得不得了 在乡下玩手机可开心了 根本停不下来 最后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把我的手机关掉 你们有没有试过 把自己的手机关掉 哪怕只关一天 你能感觉到一种自由 就是一种退出江湖 告别打打杀杀的自由 那几天我每天看蓝天白云上鸟语画像 我感觉过上了陶渊明一样的生活 这种生活比每天玩手机真的好太多了 你知道吗 三天后我就想把我幸福的生活分享给大家 可是我没有照片 我也没有视频 只有几行苍白的文字 根本没有任何人给我点赞 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失望 我觉得没有人给我点赞 那我过这么幸福的生活 有什么意义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海员 好断子呀 好断子 喜欢海员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能理解为什么两边的脱口秀演员都站起来了 这些朋友们站起来都是之前听过的是吧 在致敬的是吧 对今天的现场效果 要表达自己对海员的支持 是这意思吧 所以都站起来了 特别理解 掌声再次给海员 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他要很多特别有力量的话 我认为是观众朋友们 包括我 我自己在那 都还在期待那个情绪里 还在期待那个事 结果你拐到这个事里 可能大家一时没反应过来 是 我已经想了很多的办法 想让大家进入我 讲普通段子的情绪里面 普通段子 就是我已经绞尽脑汁了 所以就是这个主对我 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就都是好东西 它就是 其实它就是 其实是 对一个地儿 非常扎实 非常好的 扎实 好的段子 我最后也很犹豫 但是我这一灯 我就当是现场的感受 放在这了 没有关系 也不差那一灯 那姐是拍的最早的 她是一边听一边说 对对 对 对 太对了 拍的 就是那手机依赖那个 是吧 我绝对是 就是 其实很多老师们的那些段子 都是来自于生活 但是每个人的那个 他那个情绪 角度不一样 对 情绪点和那个 起伏那劲 反正你是打到我心上了 我就觉得你句句都是在说我 我就是一手机控 我就是喜欢 你说我那麻将 我也是那么 主要是那麻将 离不开 真的是 我只要有空 就得打开 来两轮 变歌 背歌词 手机 来两轮 对 什么都是来两轮 我等于说是 是我的一个伴侣了 真的是 我觉得手机也是 能让我 充电线 充电线特别短嘛 在一个机角 这么一直呆半天 只有手机 是 就跟神了 所以 他说的那些话 其实我觉得 我就是好多地方 特别神奇的 仔细就是 你特别开心的爱顿骂 你就是那种感觉 其实我这一段 我也是想表达 因为我每个人 现在都是 就是每个人都 完全离不开手机 这是我特别 特别想表达的 然后我也觉得 表达出了我的意思 那可以问问海元 你这么痛恨 讲得这么深入人心 但你自己的手机 使用 屏幕使用时间如何呢 我其实现在 是在有意思地 去尝试 在某一些时段 减少手机的干扰 其实你不用 完全离开手机 因为已经离不开了 你可以体验 一两天离开的感觉 每个月 可能是某一个时候 我想创作的时候 比如说 我那天 我就会早一点 把手机关掉 然后其实 你就收不到任何信息了 你的世界 马上就安静了 其实可以 局部地减少 我觉得就可以了 你完全离开 还是不可能的 轻断 轻断机 对 跟轻断石一样 一个道理 轻断机 对 对 我们请那三位 回到舞台中央 感觉一下吧 最后 最后的四位 这一组 太难了 这一组都太厉害了 这组确实挺难的 我们其实想 也是想让四位 都站在这儿 再聊一会儿 凯元 你看着他们俩 前面演脱口秀的感觉 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挺习惯的 就我们十年了 就是从第一天 然后一直走到今天 然后这段时间 其实我是跟陈陆 接触比较多 然后斯文又回来 之后我们俩 我们几个慢慢又 多一点接触 斯文又回到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他找回这种状态 大家又回到一个世界里面 我觉得 就是挺好的 就不预测了吧 咱们就直接看吧 别了 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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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